我们的演播现场又迎来了哪两位嘉宾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黄启珊 谭剑刺 欢迎 欢迎我妈 欢迎刺 过年好 过年好 两位也是先分别送上你们的祝福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谭剑刺 在这里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龙年大吉 龙马精神 黄妈在新年里祝大家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然后不要忘记吃饭睡觉 对 现在圈里面都是亲切地称黄老师黄妈 就觉得像自己的妈妈一样 我就看到黄启珊老师黄妈 去年春晚上唱的那个和希丽娜一高唱 是妈妈 是女儿 今年搭档换成是妈妈 是儿子 给大家留个悬念吧 留个悬念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是儿子 一家三口 这个和年轻人在一起合作黄妈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太喜欢跟年轻人玩了 我是一个绝对没有代沟的 对 因为他们这个时代小朋友 有他们自己的语言 爱好 玩耍 还有他们这个可能有很多都值得我们这些过来人 都值得去学习的地方 反正是一种能量的一种积蓄 年轻的能量带动自己起来 对 让自己觉得没有老去 一点没觉得 很快跟他们打成一片 因为我其实第一次见黄妈 但是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年轻的 就像一个身边的一个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 没有什么代沟完全没有没有12年前吧 嗯 那个时候算是差一点点登上了春晚 那个时候是你还记得吗 哇 你这个都知道啊 对 必须要知道啊 我的天啊 然后但是是去到了云霄晚会 对对对对对 12年前的舞不一定都会跳 是吧 准备了吗 准备了 准备了吗 惠心 准备了吗 真的有视频啊 有没有一些惊喜 黄妈咱一起来看看啊 就是12年前 对你的 对对对 有没有一些鞋子 我们看一看 你的 哎呦 哎呦 哎 你那时候有点 婴儿肥啊 对对对对 哦 那时候有点好 天哪 不说的话 基本上很难和你对上号哎 对 对 那个时候婴儿肥还 对 那一点 也没有婴儿很帅气 但是我会觉得是另外一个男孩 就是 那个时候 其实那因为那个时候的 我呢相对在舞台上会更 可能更张扬一些 可能更想释放 就是总想那种散发自己的光芒的感觉 那现在可能稍微内敛一点 对 就像 对 就像豪马刚刚说的 有阅历了 你就会懂得怎么去表达了 嗯 但是豪马你看比如 呃 推出了小霞3.0 我感觉 反而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往这个 曾经见次的那个方向去展现啊 有没有对 我觉得是 呃 本来这就是做的一件 我过去青春的事情 嗯 就把它记录下来了 那当然你肯 你如果去重温自己的青春 你肯定会走回去 走回自己的青春 回望啊 对对对 嗯 所以说这也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搭档组合 相互带给彼此的一种影响 嗯 像黄马可能就是从当代年轻人当中 结合自己曾经的过往 会焕发一种不一样的这个光彩 嗯 那么我们见次同学呢 这个也成长起来了 会从那种青春的躁动 然后慢慢的变得沉稳成熟 是 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搭档 呃 妙不可言的一种 带给大家的感觉啊 反正非常契合 嗯 去年那个出了一首新歌是不是 对 那个叫向哪端 向哪端 往上端 向哪端 向云端 对对对对 向云端非常的好听 我们能不能听听圆满呢 向云端 哇 山那边 哇 啊 海里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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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的我 应该走向那边 哇 哇 真好听 黄妈唱完之后 我感觉就是回到了 重庆了一样 回到您家那边了 我们作为解压组呢 带来一个小游戏 小游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抓娃娃 咱们请一步这边 你来吧 我来 再往你一点点 抓他脑袋 来吧 黄妈 那没事 有机会 他吃不上劲 这个是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为了弥补这个 没抓人的遗憾呢 我们陈老师准备了 我们早已经准备 准备好了礼品 给黄妈准备的这礼物呢 我觉得他总是用他的那种 特别对我们年轻人的 那种关爱呢 关爱别人 所以我们送这条围巾 给黄妈呢 希望他保证自己 给您这个总台文创的围巾 剑刺 剑刺准备的是我们这 一般人来的都是那个帽子 但你这是帽子和微博 一套的 希望你也 温暖自己的同时 也温暖着粉丝 希望我们的礼物呢 能够送一份温暖给两位 请两位分别 这个说一些话 对你们最想说的人 我想把这个 带回去送给妈妈 妈妈每年都看春晚的 你这个呢 我这个 自己 我自己留着 毕竟是我12年后 拿到的礼物 在这里呢 还是要祝 自己的爸爸妈妈 然后身体健康 也祝全天下的 父母 都能够开开心心 身体健康 然后也祝所有的人 都能够有个好的身体 祝大家反正就是 越来越好吧 谢谢 谢谢剑刺 随时但到 没关系 对吧 好 也在此期待二位 在今晚春晚直播舞台上 演出顺利 成功 好 新年快乐 谢谢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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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二位 新年快乐